好 再来看到109年全国中小学客家艺文竞赛 21号即将在苗栗玉达克西大学举办全国的总决赛 而吉安湘在这次的东区出赛当中也展现出亮眼的成绩 有40队伍将代表花莲参赛 在109年全国客家艺文竞赛东区出赛中 总共有15张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其中吉安湘就拿下了10张门票 除了吉安湘的幼儿园还有吉安国小高年级组 以客与口说艺术类获得特优之外 道湘国小中年级组以及吉安国中 更是分别拿下了客与戏剧类东区冠军殊荣 表现相当优异 20号一大早他们准备要出发到苗栗参赛 吉安湘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勉励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学习 更代表了我们宜花东在挑战之后的名字最优的团队 来参与全国赛 站在我们吉安湘工所 我们吉安的这样的一个鼓励跟教育 还有我们多元学习 以及我们课语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所以今天特别赶了四个地方 来跟我们四个队伍来作为一个这样的加油打气 希望我们吉安的孩子能够激进向上有很好的表现 也来感谢我们辛苦的老师跟师长们 给我们一起牵齐的在每一个环块里面的不同的学习 选手们推着行李准备搭上火车 虽然即将就要面对来自全国的百位好手相互较劲 不过他们还是充满着十足信心 我有信心 因为我一开始来吉安国中还不知道有客家 可是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梅子老师既然是我幼儿园教我的课语老师 那我就顿时找回了信心 然后就发现那个暑假的时候梅子老师有在念 然后我就立马就过去念了 然后从暑假一直念到现在 所以我说我觉得我们的把握是十足的 就是到国中之后来比客家的时候 香港每次都会来和我们加油打气 让我们更有信心 然后在比赛可以更好地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要谢谢乡长 全国中小学客家艺文竞赛全国总决赛 21号即将在苗栗的玉达科技大学举行 代表花莲县32位吉安乡小选手们各个蓄势待发 存在着满满祝福勇往直前 乡长游淑珍也邀请花莲乡亲 一起来为小选手们集气加油 并且预祝旗开得胜 解释力情节相报道